有请一锦冠军队长一阳千玺 讲道理 一阳千玺这组还是很帅 还是特别会看一阳装置这一组 一直在仔细地观察 发现千玺好像又进步了 四个队长 我最令我感到惊喜的是一阳心情 他的身体也太干净了 他做每一个动作都是很好看 然后而且他的表情又很自然 我觉得他挺全能的说实话 跳什么都可以 对 其实很难得了 这阶这个节目 对艺人的这种舞蹈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看完四个队长大秀之后 然后千玺从那个红色的街走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绝对是他 因为在选人方面的话我觉得他选的很对 如果众多大神在的话就 就该给的 或者不该给的 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玩到了 这一阳千玺就要拿过牛了 就我们组真的太强了 我觉得 他的选择都挺正确的 选了很多不同的类型的舞者 有POP & LOCKING 编舞的B-boy 对 千玺肯定是让作品当第一 今年就变得很果断 咱今天就速战速决 咱这人也不算特别多 然后你让我看到我想要的点 你就直接过 咱也没有待定了 就直接速战速决 因为经过去年的一整期的录制 肯定是对挑选未来自己的队员 心里会更有打算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类型的舞者